又來了,Andy 我們又是星期五的午飯時間 這個星期好像覺得特別快 我們上次說的時候 國安犯罪內容都不知道是甚麼 現在披露了 現在披露了 但是還有很多洞洞 還有很多不太知道他所說的 很多模糊的地區 有趣,我們特區政府出了一個聲明 是晚上10時多才出中文 兩段而已 出的時候說昨天的意思是7月1號 有參與違法和暴力活動的人 展示或藏有、寫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字句的物版 再說這個口號 今時今日有港獨 今時今日有港獨 或者是香港特別行政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的意思 第二,我從未見過政府出一段稿 是教香港人 即是中文字是怎樣解釋的 是的,還有我覺得真是狗屁不通 你還要強調今時今日 有很多東西是沿用下來 語言、文字這些概念是活的 你有沒有問過今天上街的青年人 究竟他們口中所說的 這八個字是甚麼意思 你就去斷估 你去教他們 你就代表法庭去判定 他們是屬於某一個行為 是犯法 喂 是否離譜 Peter,你小心點看 他沒有犯法 他只是說 第一,有人展示過這些事情 今時今日 在香港這八個字 有我再說過這個意思 然後特區政府嚴正 譴責任何挑戰國家主權 言下之就是觸犯了國安條例 他沒有 這個是三部裏面 可能第四部就這樣推斷 他整個聲明裏面就沒有說 你這樣展示了就是犯法 也都不到他講 這個是法院才講 但是回頭 但是警察有經意 用這個罪名去控告人 意圖或者打損 可能是證據 其實那個影響馬上有 我有朋友在一間 很大的公司 我們每一年有 新籌勢調查 都是找一間 總康在美國的公司 顧問公司去做 那間公司已經開始叫同事 喂 我看到你桌面 有這幾個字 麻煩你清掉它 已經開始有這樣的指示 很多其他食肆 就自動自覺 因為免麻煩 商場的時裝店 自由女神的裝置也要搬走 中藥都被終止 我的意思是 你這樣講一句 其實它影響很大 同學生上學 很多手機 第一版 就是這八個大字 或者是手機蓋 都是用這些字 那是不是學校 又不能進入學校 現在國安法裏面 就說明你要有行動 有意圖 就是這樣 那我沒有的 我覺得你自己漂亮 我喜歡這個書法 但是你一看到有 譚慰珠的說法 就是令到執法機構 再有調查的需要 或者理由 簡單來說 這八個字 就是你免麻煩 就不要再用會好些 但是問題很有趣 我一看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 我最記得今時今日 就是立德華 今時今日 這樣的服務態度是不行的 是 這句 不知道要不要找出來 再說一次 今時今日 說這八個字是不行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不管你的解釋 那裡是 政府是解釋了 有這樣的合意 我都覺得 你說原意是這樣 你就給港人出來 起碼解釋一下 梁天琦 今時今日 你叫她再說一次 究竟是什麼意思 可能她當初 真的有什麼意圖都不定 但是 有人借用了這八個字 他們有不同的演繹 對嗎 我讀文學的時候 老師 差不多第一個概念 就是教的 你寫了出來的東西 一個作品 解釋權不在你那裡 就算你說 我是這套戲的導演 我拍攝的時候 鏡頭這樣用 燈光這樣用 對白這樣說 是這樣的含意 但是看的人 不是這樣接收 就不是這樣接收 這是判重的 這是刺其一 第二 我覺得有趣的 就是政府可能要解多 解多四個字 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 是到什麼時候有效 今時今日 你講一年 講一個月 還講多久 今時今日 這個是新聞稿的發佈 那個日子很關鍵 剛剛是香港版的 《國安法》 是剛剛通過 左的第一天 然後又有人上街 又有人因為這樣 而被逮捕 他發稿的時間 就是7月2日 22點26分 即是晚上10點26分 我就很有興趣 看英文稿 英文稿 可能沒有的 所以有些網站 都問為什麼沒有英文 這四個字 這八個字 原來是有的 不過是遲了一點 就是那晚的23點41分 即是差不多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之後才做了一個英文版 它那個英文的譯法 就是這樣的 就是括著 就是Liberate Hong Kong 就是光復香港 Liberate 都可以 光復譯了Liberate 我覺得可以 然後就是 《時代革命》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論盡一點 可能都說到一個意思 但是我又再看英國的外媒 是怎樣譯 這個是BBC的譯法 BBC也是要譯這個 但是另外有些不是這樣譯的 有些是說 是沒有了 然後 我也覺得不用了 在這些 Banner 那些 文章可以刪除 其實可以刪除 即是幾時幾日 梁天琦在哪裏說 是怎樣用 然後選舉的時候 是誰用過 然後DQ 一直這樣說下去 很快就已經加了這個 然後他們的資料搜集是不錯的 那些英譯是怎樣 都有不同的出處 但是我想說 就是 我有興趣就是 英文就譯了做 Now or Dates Now or Dates Now or Dates 你昨天說完 經過你再出過這個稿之後 這幾個字 可能已經不同了意思 可能已經不同了意思 今時今日 有些是 那個時空是短的 在說那個說話的時候 是不是 那誰 在法國是很有趣的 法國有一個 很有權威的委員會 每人都說 那些法文 裡面哪些用法 哪些文法 才是對的 這樣說 句子的結構就不對了 從委員會去看 我們沒有 這個 今時今日 這八個字 是這樣解釋的 是誰說的 是今時今日 是有效到幾時呢 就是那個 那個 努力 丟到幾時 是由誰去說的 這個是政府發言人 政府發言人 即是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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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寫得清楚一點 據我記得 特首辦 真的有個發言人 即是他的職責裡面 其實就是新聞統籌專員 現在沒有這個位置 叫得做發言人的 應該是特首辦主任吧 那整個政府的發言人 特首辦的新聞統籌專員 又代表不到整個政府發言 他代表特首 和特首辦 這次就做了一個政府發言人出來 我也想知道 這些其實躲在一個 躲在一個發言人後面 即是沒有人說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太敢 再找人出來再應 即是我隨便叫發言人說一次 你不要再問我了 你再找這個發言人 我不知怎樣找他 所以這幾個詞 引申出來的問題是很大的 即是你現在特區政府 就幫我們用的詞語解釋 這個其實不是 Animal Farm 動物農莊 1984 這些不是干預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表達自由 這些就是 框架框著我們 這些就是語言 其實是補證的開始 這個我覺得 應該是標準 其實那個轉腳 就是特區政府 是我理解的 即是第一次 這樣解釋這幾個字 其實這幾個字 應該是有案的時候 交給法庭去判 他聽完證據之後 然後才解釋這幾個字 是否有沒有這樣的含意 直到是放在法庭 最好笑的是 還有行會的成員 湯家驊出來說 這個是政府的看法 不一定法庭會接納 那你說多聽做甚麼 接著是有趣的 但在政府發言人說之前 我猜其實是補飛的 因為警察說 有些消息人士說 更差 不是警察的發言人說 是消息人士說 這幾個字 其實已經干犯了 即是有理由相信 揮動這些 其實就有干犯了 國安法的嫌疑 所以是這個最明白 這個又是說 原來警務處 已經出了一個指示 有一個守則 就是說 在7月1日 如果有群眾上街 有人去展示這些字句 就是有這樣的可能 我覺得大家從一個良好的議員出發 我也想知道 警察是怎樣看這些事 我也懂得自己避忌 免得跟你衝突 免得有嫌疑 但我也要知道才行 這八個字 你說警察裡面 就已經有了一個 黑名單 其實據我了解 警察新入職的時候 有幾頁那些 印得很… 我想他開頭用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些 叫做印刷機 都不是印印記 所以印得很蒙蒙的 就有一張 好像油印字 幾疊十版八版掛 可能是幾版字 就說黑社會用語 無謂覆述 那些黑社會用語 那時候我們在電視台上 影視處是很嚴肅的 是有一個文件給我們 叫我們駐這些 沒錯 這些這樣的用語 我相信影視處那個 就基於警察 就說 警察訓練 警務處訓練警察的時候 就告訴你 這些叫做黑社會用語 述語 即是你新進來 年輕人 沒有什麼練習 理論上 沒有知道黑社會 說話是怎麼說的 但你日後就要接觸到 可能隨時聽到 你都要知道 所以就給了一疊這樣的字 你都知道 這些叫做黑社會用語 那到今時今日 即是那份事情 據我了解 其實沒有改過 而今時今日 我們平時的小學生都會說 裏面的那些 譬如說 我不知道這樣說 是否適合 吹雞是這真實 吹雞 我們吃飯都叫吹雞 吹雞是吃飯 黑社會用語 你解釋這件事 他本身最開頭 可能真是源自 黑社會人物之間的對話 但是 到現在 今時今日 改變了 對 那個語言 也不知變了多少層 而且 你這樣做 我覺得 挺傻的 因為 你懂得說 這幾個是這樣的 我就轉一轉 已經有人說了 現在突然之間 台灣有一檔很小的 很小的 那些車仔 車仔檔 他就叫 他賣什麼的呢 他就是賣 那些叫做 香腸 香腸枝 台灣這樣叫 原來不是這樣叫香腸 香腸枝 即是燒燒給你吃 然後 他在前面 光伏兩個字會有 突然一張照片 拍到好像光伏 香腸 但就不太看到 枝字 無緣無故 很多人搜尋這張照片 光伏香腸 我猜以後 舉起旗 或者我再拿出來做貼紙 不是光伏香港 可能是光伏香腸 你這樣做 別人就是其他年輕人 別人 他們都懂得變 你這樣做 我覺得 即是你不說六四 三月多少 然後加個數 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是危險的一步 有本書 我也想介紹給大家看 書名叫做 How to lose a country 作者叫做Easy 名字是土耳其文 我基本上用英文多一次 Permakurin 是一個女記者 這個女記者 基本上是自我放逐了 回到土耳其 應該被人拘捕 他就說 其實是周圍去 在土耳其 找一些不同階層的人聊天 找一些親政府 反政府的什麼都會問 很貼地 很貼地 他自己也試過採訪期間 遇到出雷彈 這些不是香港獨有的 不過我們想不到 現在香港已經騙了 已經騙了 領袖 現在是先鋒 我們用出雷彈的數目 應該排第一 全世界第一 還有那個頻密度 還有那些水炮 瞄準記者也是第一 這個Easy 其中一個經歷 在吃出雷彈 又是一邊走 走到他穿著的鞋 掉了 然後他一邊走 但停下來的時候 有一個男人 撿回給他 他說這隻鞋掉了 然後大家不用說了 他說有機會再見 這個記者 在土耳其的經歷 在香港 人是有這樣的經歷 他其中的說法 就是說你不見了一個國家 失去一個國家 失去了一個民主國家 失去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他說有七個步驟 七個步驟 其中一個他提到 其實就是語言 就是語言的運用 他說到有一個語言運用的時候 那個章節 他說了幾招 五招 有機會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他用拉丁文 說這一種詭辯的技巧 叫做 argumentum argumentum argument argument ad problem 就是用一個 用中文解釋 就是訴諸群眾的方法 就是說你這樣說 個個個都是這樣想的 個個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這樣 我就想起這些東西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 今期的 有一個日本的刊物 或者我們完了都放上去 我們的facebook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日本記者 他就說回一件往事 我都不記得 他說回 我又有印象 他那個說法 就是當年是1984年 中英簽署聯合聲明 簽署完聯合聲明之後 跟著就 大卓爾就來了香港 當然有記者會 那個記者會裡面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鐵梁子